頒發洩任幹部 藍正宗 宗富盛 方漢齊 後備軍人進任既幹部表演活動 指揮部中將劉協慶親自主持 邀請集中各界人事官禮 副市長邱沛玲 議長同志委收遙出席 感謝後備軍人長期熱心公益 剛剛我在現場我看到台上 非常莊嚴的頒獎典禮 很感動 國軍的戰鬥力不容忽視 而且我覺得 台灣的國軍也表現得非常優秀 基隆很開心 有這些後備軍人當我們的後盾 永遠支持協助我們 我們非常重視 尤其我們消防局 常在救災的時候 最需要後備軍人的協助 我們今天來是特地來管理 也來謝謝同時間恭喜他們的 基隆的後備 我想在各個組織層面上 都做了非常優秀的一個輔導幹部 那我們在最後 最近這幾年在全民國防 還有災害搶救 大家都非常有精神戰力 指揮官帶領得非常好 我想後備軍人是一個台灣非常重要的組織 我們未來也在協助推動全民國防 我想我們會繼續努力 讓我代表基隆市議會來祝福大家 這場典禮簡單隆重 不少地方士生民意代表都在表揚名單之中 其實我們後備軍人是國家的棟梁啊 也是國家很重要的一個一個 一個後援的支援的隊員 所以希望說我們國防部啊還有我們中華民國真的要靠後備軍人來支援這國家的力量 邱佩玲特別代表市長謝國良 感謝後備軍人作為基隆的後盾 也期許全體市民支持國軍共同推動全民國防 記者黃壽民金融報導